決賽第一場馬上就開始 藍隊和紅隊兩邊都有人從側門出 就看一下他們的相遇 藍隊他們是隱形過去的喔 結果他有打到人 那個守護他用法杖在那邊一一 然後剛好打到那個盜賊 那他們現在就是這個 紅隊就是放棄前往對方加點 那藍隊是過來這邊站到點上 所以紅隊目前就是還沒有站到點一個情況 但是他們的人是POTO回到終點 只留一個守護站在點上支撐 其他人是到終點來打一個團戰 但是這邊戰士在keep下面是遭遇到三個人喔 然後他們現在是打算要來往點上做移動 盜賊的目標是這個戰士喔 這戰士被他們兩個人擊火 是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守護在旁邊很快救他喔 成功被插掉 這盜賊血量很少 這邊是來不及補血也是倒地 在旁邊有兩個他們的隊友 所以也是很快就可以救起來了 哇剛剛michael差點摔死 不知道你的畫面有沒有帶到 他剛才血量超少 然後從keep上面跳下去 後面還有一個盜賊在追他 然後他差點摔死 我剛剛以為他已經死了 我剛剛那個血量 哇michael在這邊腹背受敵阿 你沒有再帶michael OK 那這個中場的狀況 這個游小像血很少交錯他的補血 並且這個大靈CD也是快好了 所以等下 如果是有人倒地就可以用大靈來救人了 但是這個兩個編點狀況 目前都是被紅隊給站下來了 並且中場這個藍隊好像也沒有拿到任何優勢的感覺 所以這個 情況其實對藍隊也不太有利阿 中場 這個 戰士是 掉阿 然後被這個大靈給救火 這邊這邊是切到這個大錘 利用大純來使用AOE控場 然後之後換到了這個長攻 長攻在這邊做大範圍的輸出 這邊他還是自身不出 這邊兩個紅隊的人都是倒地狀態喔 那藍隊的人打算要來壓回家 他們是要先把家裡拿回來 然後其他人員這邊是在攔截這個盜賊喔 這個幻術顯然很少 這盜賊打算要硬扛這其他人傷害殺 硬殺這個幻術嗎 劍筆賊完全可以這樣子阿 劍筆賊完全可以這樣子阿 對阿 真的是流氓阿 但是就是 藍隊雖然說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開局 但是之後被 紅隊 佔了兩個邊點喔 他們在中場 纏鬥一會兒 所以目前 導致他們 反而是藍隊分數值 有稍微的落後 這邊換出用了一個Portal 是兩個人Portal到對方加點 然後這邊是在秒對方的這個戰士喔 戰士血量很少 剛剛開出這個indoor panel 稍微撐了一下 但是這邊還是有個打擊狀態 對這個Portal的運用就非常的好 就他不是自己Portal過來 他是直接帶了一個人 然後把這個戰士給很快速的處理掉 那也是開擺這個點 但是應該是對 他的守護補到這個位置上喔 喔這守護被炸一波這個 喔傷害太高了 這邊是直接又被秒掉了 這就是幻術家盜賊的傷害 你可以看到Misha其實他掌握 他那個大劍2掌握得很好 其實他大劍2 他不會 盡量不要彈到他的分身上面 而是在目標和自己中間這樣互彈 那他這樣子彈完以後 他的Mite層數就會很高 然後直接炸了 就很痛 對可是我覺得開場他們 就是可能那個Portal 一開始那個Portal用的太早了 所以變成他們 反而是兩個邊點都掉了 然後中場也是打了很久 但是 目前來看就是分數還是有咬住啊 甚至是追回了一點 因為剛剛原本是落後接近40分 然後現在目前是落後大概20分的狀態 對啊我是說他們開場 這邊拿2點的狀況可能是 那這個守護現在是被集火當中喔 然後這個遊俠往後跳是直接 跳下來的Keep喔 然後 但是往脈點做運動 然後Keep上面狀況這邊 一個3打2喔 守護血量很少 補血還在C張中 試圖用法杖式補血 但是補不出來這邊就有個倒地狀態 其實我覺得他用這個Bu的感覺好像是很少的 那這個並且這個 遊俠身上有個燃燒在跳 顯量非常的少 他不是用錯啊 他其實還是用他的斧頭啊 但是這邊又是 他就是 他就是都一次用斧頭 可能有他的理解 但是 我不知道他可能想要擋那個 戰士 戰士的那個 不記得 不記得 藍隊成功的把兩個編點拿回來了 然後這個遊俠是已經 上點了一個情況 並且這個盜賊是被抓掉在外面喔 但是屍體直接被DV到死了 所以這個 會戰可能會有點不丟 幻術現在目前是在被賊盯住當中 他在持續逃命 炸一個F2喔 但是這個盜賊這邊 他完全沒辦法抵擋盜賊的攻勢喔 他只能拼命的逃跑 並且切了一個 這個 把杖來做這個 防禦 並且點上的狀況 這個守護是已經又倒在點上了 那 他的人員現在是 目前是打算撤離這個點 半路是抓到對方的盜賊 但是這盜賊打算扛著兩個人 傷害過來秒這個幻術喔 一個石化進場 幻術利用一個瞬移 是閃上的keep高台喔 而且試圖把這個終點開擺 差一點點 那這個盜賊也是站到點上了喔 這邊是成功的開掉了喔 那盜賊也是 就是兩個盜賊現在是在互歐的狀況喔 他們打算 忘掉這個幻術的誘惑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忘掉了 他就是 擺明了我就是車裡幻術 他就是利用一隻一利用這個建鵝來做順移喔 並且進場攻擊這個幻術 不過他被 釘得還蠻慘的喔 被對方倒著給殺掉了 這就是我說 who gets carried on 跟第三周不一樣的地方 螳螂捕蠶的黃雀在後岸 就是讓他們的盜賊幫忙去 就是對面的盜賊 那就是幻術加盜賊一起 把他秒掉 找機會把這個盜賊給收掉 那幻術就有機會再對團戰做一些輸出 那盜賊他復活之後 是打算要直接把對方加盜也開下來 然後那個中場的戰鬥目前 還是藍隊這邊稍微占一點上風 這戰士被擊火 一個倒地狀態 並且這個遊俠剛剛是趁機到了賣點 把賣點成功的開白了 所以這個應該會是一個就是 一點比一點加上一點交戰的一個狀況 並且這個戰士是來到了這個點上 那盜賊是 他叔叔剛剛用了一個定身把他綁住 這個大槌F1是miss了喔 並且 他這個 長攻的那個F1感覺也是偏喔 感覺應該要放在點上比較好 這樣至少有機會把這個點給開擺 就是這個倒者因為有人重生了 所以他是選擇撤離 那 那是一個二打一的狀況 他的那個 隊友不知道在幹嘛 感覺隊友保不了他喔 他是直接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並且這個幻術是復活過來 是用了一個這個群體隱身把他的屍體隱身喔 那這邊成功把他救活了 然後用了一個Portal把他帶回中場喔 中場變成這邊是一個 守護在點上喔 那目前還是一個白點的狀況喔 對可以看到這兩隊其實 真的實力相當接近喔 拉鞠這樣子 那 整體而言 我覺得 怎麼講 紅隊他們的組合容錯率比較高 應該這樣講 就是 就是 戰士以及劍比賊的 劍比賊的容錯率都比較高 那 這個 另外一邊 像你看壞術或者是比江賊 他們可能犯一個 就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就可能會導致他們 就直接倒地這樣子 喔這邊這遊俠是 利用一個大靈把他隊友救活了 因為現在分數其實還是相差很接近的一個狀況 撓出了他的靈 撓出了他的靈 不過他好像選出目標 剛剛一直在射對方的靈 中場的情形 是不是一個戰士跟一個 可以 換術在打 守護 所以中場應該可以順利的拿下來 這個邊點這邊 應該會是打蠻久的一個 游俠 那游俠他的靈在這邊被戰士其實輕得非常快喔 那他現在補血還在CD當中 這邊 他肯定有點消不掉喔 然後 即將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放出他的斧頭舞喔 在傳說中的斧頭舞 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之後就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這個 我怎麼覺得你講得蠻 有點 有點 喜感這樣子 那 他 那這個換術 另外一邊換術 在這邊 家裡 然後成功的把這個戰士給擊殺 並且利用一個 瞬移是順上的 安全的地方 但是盜賊又過來 要 來取他性命喔 隊友嘗試在救他 但是盜賊一直利用短攻在DPS喔 所以 沒能把他救活 並且這個點也是被紅隊給占了下來 對 到這個時候 分數就有點拉開 原本都還 咬得很近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的啦 容錯率的問題 真的是容錯率的問題 真的是容錯率的問題 呃 Chiss mode 他們就是用一個 Meta組合喔 所以 相對來講就是 就是 比較 組合上是有 有一點點 占便宜 啊 占油這樣子 這邊 藍隊成員他們是 就是集結到終點喔 要守住終點 然後並且這個 兩個秒殺小組 來到了賣點外面 但是這個 紅隊他們也是 意思很好就是 掌握到對方的動向 這邊也是 兩個人做回防 所以他們現在 在加點其實是一個 3打2的狀況 不過藍隊戰士 現在也是過來進場囉 你看剛剛Michele 吃到一次 就 他就吃到一次 捶 23個 然後就 就暴斃了 他就是那一下 沒有動機掉 然後 就直接被撤到死 所以 嘖 這沒有辦法 所以我比較想要看 Chiss mode在12月10號 更新過後 他們怎麼打 如果他們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維持他們這種 就是 強度的話 那就是真的厲害 對啊 因為Chiss mode 你知道這兩隊 這兩隊 他們目前在歐服的天梯排名 就是 前10名 前10名 有 8個 8個人是來自這兩隊的 那這邊 這邊他們是成功把這個遊俠給擦掉了 那 那是點目前還是沒有開白的情況喔 而且這個幻術現在被激活很殘 那是盜賊又過來取他性命了 那 隊友嘗試再救他 放一個Shadow Refuge 但是他 對啊 這一波可不可以把這個幻術救起來很關鍵喔 對 因為那邊有一個人倒地喔 如果他們可以先把這戰士擦掉的話 成功的把那個戰士擦掉了 所以這一個 這個點應該可以拿到一點優勢喔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Svani 這隻BOSS會非常非常的關鍵 對 目前分數還是咬得非常非常近喔 因為剛剛那個藍隊是有拿到一隻BOSS 這樣子 而且紅隊剛剛由於一直都是兩個點在跳分 所以是 分數是追回去 結果他們終點被開白了 對 那倒者也是趕回終點了 並且這邊BOSS目前是 還沒有任何人在做擊殺的狀況 哇這個 這個終點 遊俠打輸戰是 好吧 也是應該會輸啦 只是這個蠻關鍵的 對這一波真的蠻關鍵的 對 那 那復活的遊俠是打算 回家跟對方遊俠做三條 但是遊俠打遊俠應該也不是 快就會分出勝負 這邊這個點 目前 還有人支撐在點上喔 這邊終於進入個倒地狀態喔 那其他人員現在是 往外面做移動 但是這個幻術是撞上了這個盜賊喔 那 盜賊是使命的來到點上 打算支撐住 不要讓這個點被開下來 而且終點剛剛不是盜賊過去補上那個位子嗎 又輸了 對也是輸給這個戰士 那 換術這邊是意識到boss 那個 但是現在分數已經來不及了喔 對已經來不及了 我覺得最關鍵就是 呃 他們賣點是 其實是有打出一個 小小小小小的優勢 而且開白的那個 但是來不及 但是終點 輸掉了 你懂嗎 他們那時候如果是終點沒有掉的狀態下 他們如果可以抽 盜賊跟幻術趕快去把 就是 讓他們的守護在賣點撐著 讓那個點是白的就好 然後 盜賊跟幻術趕快把那個boss給秒掉 把史萬年給收掉 其實他們有機會 好